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不久 南宁某大学教职工宿舍楼道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位老人上楼途中突然晕倒 全身抽搐后一时丧失 心脏呼吸奏停 邻居发现后 焦急呼叫并拨打了120 仔细听好 我现在教你怎么做胸外按压 一定要他平躺在地板上 把你一只手的手掌根部放在他的胸骨上 也就是两个乳头连绳的正中间 把你的另一只手的手掌压在这只手的手背上面 在蒋敏沉着有力的指导下 报警市民紧张焦虑的情绪也逐渐冷静下来 快速用力按压胸部 每秒钟至少两次 向下按压至少五厘米 两次按压直接压他的胸部完全回弹 我们要坚持做600次 或一直做到急救医生接手为止 按压时请大声数出来 这样子我可以跟你一起数好吗 整个电话历时11分19秒 在确认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 蒋敏才挂断电话 到达现场的医生对老人进行了电除颤 心肺复苏 建立静脉通道等系列抢救 随后老人被送往医院的急诊ICU 老人的女儿谭女士告诉记者 事发的前一天她刚好参加了急救知识培训 再加上120调度员的在线指导 最终让心脏骤停的老父亲重获新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我是铁峰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急救它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在和死神赛跑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一场赛跑的过程当中 参与竞争的不仅是急诊科的医生 还有我们个人 如果我们可以自救的话 就可以为医生争取到更多的 挽回生命的时间和余地 今天我们就教给大家 如何能够做到抢回更多生命时间 本期特要嘉宾张秀春 教授 主任医师 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委员会委员 沈阳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沈阳市健康教育知识专家库专家 沈阳市医疗机构评审专家库专家 雪峰你好 我陪众团所余阿志伟你们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辽宁省退医军人总医院急诊科 张秀春医生 刚刚啊我们那段抢救的情景 您能不能为我们再复盘一下 好的 如果我们在家里或者是在公共场合 看到他人突然倒地 那么我们周围判观者 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第一呢 首先判定环境安全 判定环境的安全 有道理 那有的人倒在那儿 他脚底下连着电线呢 对不对 有的行马路中间的 就是正是过车呢 你得看一看呢 我真遇见过那样的 他倒在那儿 他为啥倒在那儿 你看看 他旁边有电源 对不对 触电倒地的 你过去一拽不连电了嘛 所以说第一条得先保证自己 没问题 是不是 然后呢 然后呢 上前去呼救患者 呼救患者的时候呢 用双手轻拍患者双肩 并同时在双耳车大声呼喊 喂喂 先生 你怎么了 女士 你怎么了 你醒醒 如果这个时候呢 发现患者没有清醒 证明患者的意识已经伤识了 这个时候呢 要马上立即判定 患者是否有大动脉的波动 是否那个存在着呼吸 大动脉波动呢 用中指和食指 放在颈部的中间 男士的喉结处 向外侧 划大约两公分的距离 就两横指的距离 在胸缩鲁突击的内侧 然后呢 去摸这个颈动脉 您摸着没 老师是两侧都有吗 两侧都有 你还没摸着呢 摸着了 我心里没有没有脉了你真 一定不要摸得太远 行动脉后去外侧是摸不到的 太下太上都不可以 一般都在中间向外 两公分的距离 摸到没有 它在跳就是它 对对对 摸到跳动 这就是颈动脉 我跟你说啊 这地方其实可危险了 摸差不多有点力就行 别使劲摁啊 铁峰哥 你那脖子能摸到啊 要对自己想着 我有那么胖吗我 我脖动有力 我很好 我告诉你们 我让你们失望了 能摸到我们就放心了 这颈动脉胖也能摸到的 对 它跟胖瘦没关系 跟男女的东西 所以只要你不被摸准了 一定会摸到的 我们大约摸多长时间呢 你在心里摸念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这样基本上是7秒钟 摸7秒钟的时候呢 你看患者口鼻没有气流通过 胸口鼻没有起伏 大动脉没有波动 证明了患者已经出死 这个基本就可以定性了 基本上可以定性 因为患者有三大主症 意识伤失 呼吸停止 还有大动脉波动消失 这是患者出死的三大指标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时候已经判定患者出死 首先呢要呼救 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要向远方进行呼救 大声呼叫 快来人呐 帮我拨打120带出颤仪 就是把这事说清楚 对 接下来呢 要患者平躺在硬的地面上 如果是在外面马路上 要躺在硬的地面上 如果是在单位在家里 你让他呢 躺在硬的那个床面上 让他仰卧平卧位 然后呢 打开衣物 充分暴露胸部 暴露到什么程度呢 让两车卤头呢 是能露出来的 这样呢 过一会儿 咱们要选择按压点 做准备 如果这个人戴了领节领带 或者是那个 系着腰带呢 要帮患者把领节领带 和腰带打开 目的就是防止 在按压的时候 力量过大 引起内脏的损伤 选择按压点 按压点的选择 是双卤头连线 与胸骨中线的胶点 双两车卤头连线 与胸骨中线的胶点 正中处 然后呢 一手的掌根 放在按压点上 另一手呢 与这只手重叠 四指上翘 向下按压 千万不要平着按压 或者是横着按压 你这个掌根 跟胸骨的长肘要一致 不要横着放 防止呢 把肋骨压断 按压深度是5到6公分 按压频率是 100到120次每分 这个数怎么数呢 一般按压的数数 01 02 03 04 05 25 26 27 28 29 30 基本上是这个频率 按压就可以 另外你按压之后 不能说一直向下按压 按压要回弹 按压回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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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压回弹比是1比1 连续按压34 这个按压的时候 你的肩 肘和腕 要垂直在一条线上 不能弯 向下呢 跟胸或是垂直的 90度角向下按压 连续按压34 按压34之后呢 就是让患者的头 偏向一侧 把嘴里面呢 鼻腔里面呢 有一些液体呀 或者是分泌物啊 还有一些假牙 或者是你吃东西噎了 或者溺水的时候 口腔里有一些 那个泥沙之类的东西 都可以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之后呢 剑头摆正 用两个抬颗法 把呼吸道畅通 让下颗角 下颗角耳唇 跟地面出一个垂直状态 这样基本上 呼吸道就打开了 打开呼吸道之后呢 你深吸气 然后给患者进行通气 通气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小细节 一定要用手捏住鼻子 防止气体 你吹气的时候 气体从鼻子一露出来 捏住鼻子 然后呢 你的嘴要张大 把那个患者的嘴 充分包含住 不能说 撅着嘴 很小的一部分 这样他气体 也吹不进去的 你吹气的时候 就看着胸阔 胸阔是会有起伏的 就来 所以这个嘴里 喊一口气 这样你以为你 你是包含着患者的嘴 你不可能拒绝着嘴 出现那声音 这个快速地将气流通过 通过之后呢 再去吸一口气 再来一次 这个中间要把鼻子松开 松开的目的呢 就是让气流 顺着鼻腔和口腔 自然地流出来 然后呢 再给一口呼吸 呼吸之后 立马再进行 第二次的心脏按压 还是按压三十次 再来两次的人工呼吸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一般要进行五次 连续进行五次之后 再去判定患者去 如果这个期间 120来了 你可以把患者交为120 如果这期间 他人帮你把除颤器拿来了 所以呢 要随时给患者进行除颤 你除颤晚一分钟 患者的生命 可能就要丢死30% 所以除颤 如果尽早除颤 患者可能 就会晚定患者的生命 所以除颤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除颤一没有 你就不要 不要中断心脏按压 如果除颤器来了之后 要随时给患者进行除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消息 东炳夏至 高真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 37分50份 只要您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直线沈阳市区的 前50名打击电话者 靠着一双手 分享中国梦 请维本 好消息 东炳夏至 高真堂中医感恩回馈 即日起 针对沈阳市区人群 每天赠送价值228元 37分50份 高真堂37分 精选到底药材 为350目以上的超细粉 溶解性高 吸收率是普通三期超细粉的三倍以上 品质高 疗效好 只要您患有冠心病 心脚痛 心肌梗死 高血压 脑供血不足 动脉周样硬化 脑出息 脑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 或者出现心肌 胸闷 胸痛 气困 喘息 头痛 头晕 肢体麻木等临床表现 即可参与报名 免费领取 报名电话 400-1044-789 400-1044-789 400-1044-789 支县沈阳市区的 前50名打击电话者 哮喘慢阻费 阎都有把握 2283-7999 阎都哮喘病医院 提醒您 节目马上开始 您知道我张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内容 我特别特别感慨 我会觉得有点不敢 我就觉得真的会有这样的场合 掌握技巧 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一波 有什么疑问没有 叶铁凤子 那我就来考考你吧 考我呀 刚才老师说 就是30秒的这个胸部按压之后 要进行人工呼吸 人工呼吸多少次之后 再进行胸部按压呢 多少次 多少次之后 两次 就是说30比2 所谓的30比2什么 30次的心脏按压 两次的人工呼吸 反反复复进行 为什么要捏住鼻子 做人工呼吸的时候 为什么要捏住鼻子 因为怕气从鼻子里出来呀 怕露气 对吧 那么在人工呼吸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垫点什么 对吧 我们在患者口腔的时候 垫点什么 比如垫个纱布啊 垫个手终什么的 对 如果是有条件 可以垫个纱布 垫个手终之类都可以 如果没有条件 真是为了救换了他生命 也不要过去 就直接吹也行 张老师 那我有一个疑问啊 您刚才说这个除颤仪 是需要就是救护车 带过来的对吧 但是我们发现 就是很多公共场合 不是也有吗 甚至很多老百姓 在家里面 他也背着一台 那这个到底好不好操作呀 就是我们自己会不会用它呀 这个机器是非常容易操作的 它基本上操作的时候 它有提示 还有呢 有一些图片在上面都画得很好 就是第一步应该什么 第二步应该干什么 所以呢 你按照它的提示或者图片 进行连接 是否出颤 因为它是自动出颤仪 所以它如果这个贴 粘贴好之后 它如果一旦发现了有实颤 那个机器呢 就会自动去识别除颤 而且呢 自动会发出报警 让你远离患者 防止呢 他人被电到 所以是非常好用的 也很简单 AED的正确使用方法 打开AED电源开关 根据语言提示 进行下一步操作 按图示要求 正确粘贴电极片 装置中自带有两个电极片 分别贴在病人的 左乳外侧和右锁骨下方 按提示将电极线 插入AED的相应插口处 等待AED自动分析患者 是否需要进行电除颤 期间不能碰触患者 以免影响分析结果 如果患者发生试颤 仪器会进行报警提示 确定无人接触患者后 按下电击键 AED在第一次放电之后 如果患者没有恢复 正常的心跳 仪器会在两分钟之后 自动再次识别 是否需要放电 在此期间 我们要继续进行心肺复苏 直到患者复苏成功 或医护人员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发现网上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普及一些 就怎么样抢救孩子这种画面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特别的敢看 又忍不住想去看 对呀 你看你小孩多难受啊 就是有东西像卡在这个喉咙里一样 然后咳又咳不出 然后咽也咽不去这个感觉 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急救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 或者说多长时间如果不去救治 他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呢 急救急救时间很重要 对吧 方法很重要 还就是几秒钟 十几秒 甚至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再长 超过四分钟之后 可能患者以后就出现一些不肯定的症状了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旦我们身边有人 或者就您自己 发生了严重的枪食 我们应该如何施救 或者如何自救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张主任 为我们现场演示 如何施救 如何自救 今天这太好意思了 嗯 守好入口第一关 口腔健康 记心间纳 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家 吃东西不小心噎住了 应该怎么办呢 开始如果我们有力气的时候 应该采取海姆利克的手法 就是剪刀 石头 布 骑上两指 转拳放在两指之上 然后另一只手握住这拳头 腰向下弯曲 向上向后 冲击自己的腹部 让噎到喉部的东西呢 冲击出来 就这个方向 往上 怎么来回这么压 如果我们一个人 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因为噎得比较重 非常难过 怎么办呢 可以借助家里的一些器杰 比如桌子 椅子 你双手扶住椅背 然后用自己的上腹部 贴于椅背之上 然后向下 向下的方向 然后反反复复地撞击 哎呀 宝贝 来啦 哎呀 这是新买的衣服吧 有气质吧 嗯 挺好看的 来来来来 那个吃奶茶 把它喝 哟 这这么派子版呢 这这么大呀 哎呀 谢谢 一口能干了它 嗯 哎呀 你打我干嘛 怎么了 哎呀 你这 这什么意思呀 如果家里有其他人 发现患者被那个 噎住了 我们首先呢 站在患者的身后 让患者的双腿打开 自己公布 把自己的腿 放在患者的双腿之间 让患者的身体 做一个支撑 让患者的身体稍稍勤勤 也是用死刀剪刀布的方法 提上两指 放拳 然后另一只手呢 放在这只手之上 让虎口充于患者的腹部 进行向上或者向后的力量 进行反复地冲击 来 宝贝 你俩不让吃果冻 今天我带你 小孩哪能不吃果冻呢 来 来 来 吃一个 哎呀 哎 怎么样 哎呀 这腔 腔肉了 这赶紧喝点水来 那顺一顺 顺一顺 来来来来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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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长呢 如果在家里呢 发现自己的孩子被噎住了 这个孩子如果是年龄小一岁 我们可以呢 用双手虎口张开 拖出患者的下壳 把患者平固定在自己的膝盖上 然后那个一手的掌跟 在两肩胛骨中间 进行向下 向前的力量进行拍击 连续拍击五次 注意呢 患者的头部要放低 如果拍击五次之后 患者的食物已经吐出来了 就可以中指 如果没有吐出来之后 我们再可以翻过来 选择两路头连线的终点 这个部位进行向下冲击 用食指和中指的力量 向下进行冲击